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很多選舉官司 仍然未有最終裁決之際 拜登陣營就已經很興高采烈地組織他們的內閣 明顯地拜登就是很想快刀斬亂話 連特朗普都忍不住在Twitter上串拜登 他就說 為什麼拜登要這麼快組成所謂的內閣 他的調查員就發現有上千上萬的欺詐選票 足以在至少四個州的選舉結果當中翻盤 令他足夠勝出這場總統大選有餘 特朗普還說 希望法院和立法機關 有勇氣盡忠職守 維護美國的廉潔選舉 全世界都在盯緊 這就是特朗普回應拜登祖國的說法 事實上拜登在現在這個時刻就走去祖國 未免就真是言之上早 為什麼不等到12月8日那條死線出來之後 才走去祖國 不過既然拜登陣營現在是這麼興奮的時候 我們又姑且看看 到底他選出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目前所有已知的訊息顯示 拜登的所謂的內閣 其實 很大部分的成員 根本上就是奧巴馬年代的舊電池 去翻煙 先說一下國務卿的人選 拜登就選了現年58歲的布林肯 布林肯就是拜登的長期親信 在奧巴馬的年代 他就擔任副國務卿 和國家安全顧問 而布林肯在今年9月 出席一個商會活動的時候 就曾經說過 說美中脫歐是錯誤的 而且也是不切實際 最終就只會造成適得其反 無疑地 這位布林肯的外交路線 肯定是會跟現時特朗普和蓬佩奧的外交政策 背道而馳 此外 國家安全顧問 拜登就找了蘇利文來做 蘇利文其實就是奧巴馬年代的外交智囊團成員 在2016年總統大選當中 他也曾經擔任過 希拉莉的高級政策顧問 很明顯這個又是舊人 另外 這個國家情報總監 將會由 凱恩斯來做 凱恩斯在奧巴馬年代 就做過 中情局的副局長 以及 副國家安全顧問 至於國土安全部 拜登就提名了 古巴裔的律師 馬約卡斯 來擔任 他曾經在奧巴馬年代 執掌過國土安全部核下的移民服務局 而前國務卿克里 也獲得分封一官半職 拜登就找了他擔任這個氣候事務總統特使 並且就安排他加入國家安全委員會 只是看到這一堆這樣的面孔 大家就會知道 如果拜登真的被他上台的話 他這一屆的政府 都只不過會變成了奧巴馬2.0 根本上 就不會有帶來什麼新的氣象 或者是有什麼突破 尤其是在外交政策方面 是不是 你找到那些全部都是舊電池 有沒有哪些 在奧巴馬年代不是擔任過大官 暫時未見到有 到底現在選總統 是拜登 還是奧巴馬 還是還是他們背後的利益集團 有些分析說 現在拜登提名的國務卿人選 布林肯 他就是在整個拜登內閣當中 最鷹派的成員 他的對華政策是很強硬的 我們現在又姑且來檢視一下 究竟布林肯的對華政策有多強硬 究竟兩黨共識 是否真實存在在拜登內閣 紐約時報有篇報導 專門說了布林肯對華政策的論述 我們一起來看看 布林肯首先說到 在應對中國的問題上 應該主張 借助國際組織來施展美國的影響力 並且提升美國在國際組織當中的領導地位 即是要重返歐巴馬年代的外交路線 即是要將時鐘 回撥到2008年 當時歐巴馬就是在做這些事 就是要在聯合國和附屬組織的框架裏 嘗試去制衡中國 但是 事實反映了 根本上行不通 因為聯合國和附屬組織包括世衛組織 世貿組織等等 每個國家的一票 都是同等 哪怕國家只有幾千人口 都是一票 近年中國搞的大撒幣外交 就搞得很成功 在阿非拉 那些朋友的數字 比美國的傳統盟友 於是 一投票上來 美國也是不夠票的 只是說在聯合國的教科民組織 當年歐巴馬為何要跟以色列一起退出 就是因為在耶路撒冷的問題上 談不完 為什麼談不完呢 因為你不夠票 你現在又說要重返這條路線 是不是有些搞笑呢 行不通的 現在又再行多一次 好了 布林肯還說什麼呢 他就強調 要把民主和人權 擺在對華政策的關鍵位置 並且要在這些問題上 更有力地回擊大陸政府 其實他這個說法也是很籠統的 當年 克林頓總統也曾經說過 要把人權問題和對華貿易掛勾 而在他的任內 就把永久最惠國待遇 批給了中國 按照這個邏輯 那是不是代表著中國的人權狀況 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呢 因為貿易待遇有改善 貿易的待遇就是跟人權問題掛勾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你這個布林肯又說這些籠統的東西 還有他就說 全世界都出現民主的衰退潮 中國就試圖利用這一點來發揮 因此美國在這個時候就需要擔當自由世界的領導角色 一扭都擔任的啦 有什麼特別呢 他還說 如果美國能夠在國內復興民主 在世界範圍內 重振美國和民主國家的聯盟 這樣就將會為他們的行動奠定基礎 好了 我真的覺得他說的話有多少語言不詳 什麼叫做復興美國的民主呢 美國一向都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來的啦 難道他鬼拍後美怎麽認為今屆的大選是不夠民主呢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另外就香港問題 布林肯就有說話了 但是拜登至今都未曾作出任何的表態 這個是客觀事實來的 沒有就是沒有了 當然拜登有表態的權利 亦都是有不表態的權利 這個是他的自由來的 不過沒有就是沒有嘛 所以那些燈粉也好 那些左媒也好 經常在這裡吹噓什麼兩黨共識 究竟這個兩黨共識在拜登的內閣 在布林肯的外交政策和路線上 是否是存在呢 當然我都認為 要聽其言觀其行 就算說得再厲害也好 他都可以說完之後不做的 或者是說一套做一套的 始終呢 觀其行才是最實際 但是他們現在未當選的 未上任的 所以就唯有是聽其言 但是只是聽都已經皺了眉頭 加上新的制裁 但是布林肯就沒有提供到相關的細節 究竟他是不是純粹在目前特朗普和蓬佩奧 那個政策的框架裡面 實施他所謂的新的制裁呢 沒有人知道 因為他都沒有說過是怎樣 大家都是靠猜猜的 另外台灣問題方面又是怎樣呢 他就說 拜登政府就會通過曝光北京試圖干預的努力 加強對台灣民主的防禦 他還說到 說在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前 美中對於台灣問題的應對是穩定的來源 屬於美中關係一個成功的故事 未來美國政府應該要恢復這種平衡 大家聽到了 恢復這種平衡 就是說布林肯和拜登政府 他們是將台灣問題 視作對華政策的一個部分 但是特朗普政府 很明顯就是把台灣問題勾了出來單獨去看 所以這是非常大的政策差異 根據布林肯的這番說法 在拜登和他的眼中 台灣問題肯定就不會放在一個非常優先的位置 而且他們 是主張追求所謂的恢復平衡 即是要將台灣問題的狀態 回撥回到2008至2016年這個階段 即是說近幾年的美台經貿合作 可能在他執政的年代就不用怎樣搞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 就算奧巴馬當年搞這個所謂TPP 都是沒有遇到台灣份的 如果當年奧巴馬是有遇到台灣的話 分分鐘馬英九都未必會去跟大陸談服貿 當然歷史就沒有遇過 但是 奧巴馬當年沒有遇到台灣 這個就是不爭的事實 事實是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 好了 至於南海問題方面 是怎樣 布林肯就說 拜登政府 就會在一定程度上 比起特朗普政府更加積極地參與南海的領土爭端 但是他又怎樣 來到他更積極呢 大家聽一下 他說會堅持從國際法 堅持這個確保自由航行 以及堅持以外交手段來解決領土爭端的角度出發 他說這三件事 全部都是奧巴馬年代 做過的框架 他唯一一件事沒有提 就是軍事的角度 沒有提到軍事的角度 但是現在大家看到 特朗普往往在南海的問題上 是加強了軍事的壓力 比如說在南海那裏 跟美日印澳走去聯合軍演 或者是派遣那些 美軍的藍隻 走去洗京台海中線等等 這些就是特朗普所做的事 但是布林肯 提都沒有提過 很明顯 路線上有很大的不同 至於在經貿和科技競爭問題上 布林肯認為 特朗普政府 和中國簽訂的首階段中美貿易協議 是一場慘敗 未能解決兩國經貿關係中的系統性問題 而拜登政府 將會更加重視 中國利用科技加強政府管控的問題 將會致力打擊中國的網絡間諜 和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 並出聯合盟友共同制定所謂的 國際技術標準 他說這些其實 以前奧巴馬年代不是一樣的做過 說到保護知識產權 其實中國當年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 就已經是 作出了承諾 你來到20年之後 你又再說回打擊侵權行為 是不是 有些搞事 你經過了兩個所謂decade 原來都是在做那些事情 到底你的路線是行不行得通的 還是純粹在空轉 所以大家就要思考一下 那些人經常說 兩黨共識是真實存在的 你看完 拜登選的內閣成員 全部都是舊電池 再加上布林肯所說的論述 這個兩黨共識 在拜登內閣 是不是存在 我是相當之存疑的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